大家好,这里是GPD官方频道 好,下面让我们切入正题 如何用掌机来唱完魔兽世界怀旧服 好,下面就让我们了解 怎么样用这个手柄插件来玩魔兽世界 首先呢,我们需要把插件下载下来 让我们先进到插件的官网 插件的官方网站是 consoleport.net 然后我们这里有个下载的按钮,我们点下载 由于这是外网,可能下载的速度会有点慢 打开的速度也可能有点慢 不过好在文件不是很大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有两个选项 这边呢,就是这个插件的本体 这边呢,是一个映射软件 就是我映射我们手柄的软件 也叫环境监测软件 当然我们两个都需要下下来 首先我们下这个 下这个UI 好,现在弹出这样一个界面 不用管它,我们直接后退 然后再刷新 再后退 再后退 再来一遍 因为是外网 大家都懂的 好,现在我们进来了 这里可以看到它现在界面是这样子的 我们把流浪器往下拉 它所需要下,我们所需要的文件在这个地方 它有两个,有两个跟我们选择的 一个是WW,一个是WW Classical 就是说一个是正式服的,一个是怀旧服的 那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怀旧服 然后点这里下下来就可以了 大概有7兆 7兆,6兆多一点 然后再把那个环境插件 WW Mapple 下下来就可以了 好,由于时间关系我们这里就不演示怎么下载的了 下载的过程了 嗯,这里是我已经下好的 这个就是下下来的插件 它大概有这么几个文件 然后这里就是 WW Mapple 然后它下下来是直接可以使用的 它是一个应用程序 我们把这个应用程序打开 看,现在是这样的 上面是没有检测到任何的 手柄的 因为我们现在是鼠标模式 那么现在把这个鼠标模式 打到手柄模式 好,这里就有手柄模式被检测到 这个时候你的左键 左边的 腰杆就没有用了 它变成 一堆字母了 右边的 就变成了鼠标 它的速度非常非常的快 这个在游戏当中会用到这个功能 我们现在就不多说 然后我们把它切回去 这个插件怎么安装呢 非常简单 你需要把这里面文件夹 所有的文件 复制下来 复制一遍 然后把它放到 魔兽世界的安装目录里面 每个人的安装目录不同 大家要放到自己的安装目录里面 然后在这里选择 怀旧服Classic Core 在这个interface里面 ADD 把它粘贴 粘贴上去就可以了 其实这里我已经全部粘过了 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把它插掉 好 这时候你的插件就已经完全安装成功了 让我们进游戏看一看吧 好 我们要把这个打开 不要把它关掉 好 大家可以看到 我现在进入了人物界面 在这里呢 你可以看到在左下角 一个插件的按钮 那么我们刚刚下载的所有插件呢 都在这个地方 全部启用就可以了 确定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把手柄 手柄模式打开 然后再用戳屏功能 进入魔兽世界 进去之后呢 进去之后呢 你可以发现 我靠近它下面会有个提示 那么我们是怎么去跟NPC互交呢 如果是键鼠模式的话 我们只需要靠近它 然后把鼠标移到它身上 然后跟它对话就可以了 那么在手柄模式下 你只要靠近它 然后 插件会自动帮你选取附近的NPC 然后你直接跟它互交就可以 就可以修理 打开 都可以上下左右 当然任务也可以这么接 很方便啊 OK 现在我们去 打一个怪 看看 先选取目标 可以去拿 这个选取目标是LT键加RB键 可以自动区换目标 当然这个选取目标的方式 有一个弊端 就是你必须要对正它 对正它才能选得中 比如说我现在对歪了 基本是选不中的 当然没有键 键鼠操作那么方便 不过这也是目前为止 用手柄来操作的 比较 比较好的一个方案 我们来干掉它 OK 那么我怎么检取尸体呢 它是没有战利品出来啊 没有战利品这个选项出来 没有吧 有时候它会出现这个问题 一般来说 你靠近打死它之后 靠近它就会有战利品这个选项 然后你直接按A键就可以 不过现在也没关系 我们可以用鼠标 我们先把鼠标换出来 OK出来了 好 刚才是切到鼠标 手柄那个鼠标模式 换出了鼠标 其实我们在不用手柄模式的 不用鼠标模式也能换出鼠标 有时候它不显现而已 不过没有关系 我们按R3键 看见没有鼠标就出来了 我们把鼠标调到一个相应的位置 然后直接捡就可以了 当然有时候会这样 一般情况下 你打死它之后 它会有一个护胶的界面 你直接按A键就可以捡 而且正常情况下 你按R3键 它的鼠标就出来了 就在这里 你是可以移动的 好 那么现在我们最后看一下 关于这个技能的问题 有很多朋友说 这个技能难太少了 因为它毕竟像手游的那种模式嘛 A B X Y 然后上下左右几个键 够不够我放这么多技能呢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它够不够 我们先打开技能难 然后比如说我想把这个自动攻击键 想调到一个地方 我只需要按Y OK 这所有可以选择的技能难都出来了 你想放哪一个就放哪一个 都完全是没有问题的 不知道这么多技能难 能够不够你使用呢 最后还有一个要说明一下的 当你第一次进入这个插件的时候呢 它会是用这个插件进入游戏的时候 它会有一个新手教程 让你选择三个手柄 是Steam PS4 和Xbox 那么这里我们只要选Xbox就可以了 然后它会检测你的手柄 你只要根据它的教程 让你按左摇杆 就转左摇杆 让你按上下左右 你按上下左右 然后跟着它来就行了 就算按错了也没有关系 我们可以通过这里 控制 默认设置 所有的设置 应用 然后 保存 就可以恢复默认设置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了 不知道大家对这个插件的设置 还有什么有疑问的地方呢 欢迎大家在视频的下方 踊跃留言 节目的最后呢 我们用魔兽里面的一句老话 来结束今天的节目 大家跟我一起练 LOTAR LOGAR 搞的 词 好